我们立法院的党团跟我们的政策会 跟我们的智库已经全力的在推动 我们也希望朝野大家能够凝聚一个共识 至少我们在整个台湾的政治体制上面 一定要走向一个权责相足的一个制度 那如果再拖下去 我是很担心未来的四年还是一样的 会走向一个无解的一个有权无责 或有责无权的一个制度 市长很多事情不能拖 那民进党方面参议院主席已经确定要准备用 那我们国民党的人权是什么社会制度 我们对于整体的一些提名的制度 在年后就是最近就会把整体的一些办法推出来 那相关的一些时辰也会跟大家报告 市长听有人点名叫王院长 您觉得他是个好人吗 我们国民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不管是一些资深的或者是一些比较年轻的都很欢迎 只要我们愿意对国家对民众有一些服务的热忱 不管是参选 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立法委员我们都很欢迎 是特别强调群居 特别强调团队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非常的团结 同时杨年也代表非常的和气 我们大家能够一同和气 欢迎大家 во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